在讲讲今天的主题之前 我会回复一下Patreon网友的留言 主要有两个网友的留言 我想特别在这里讲一下 首先是有关鬼王沟女案 鬼王沟女案还用了出钱一丁来做比喻 比喻商品说明条例 这事实上不是一个虚构的比喻 事实上出钱一丁 即食面 不一定是出钱一丁 即食面 如果你是不卖味粉的话 你真的要在商品的封面 带着一只字写明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真的去超市看看 因为超市是卖一些大名包装的 一批是十个 或者一批是五个 你会发现有时候 它真的只是卖过面 里面未必有味粉 如果里面没有味粉的话 反而是要带着一只字 在包装里面写明 这是一个不包味粉的色色面 反而如果包味粉 你又不用特别说 这个不用说 这是包味粉的色色面 即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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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知道 原来味粉是牛肉味 甚至有些牛肉粒 或者海鲜味 可能味粉是海鲜味 或者虾粒 即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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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包了味粉的话 你不讲也要包味粉 如果你不讲 原来没有包味粉 这个就是误度性遗留 所以所有色色面 如果是不包味粉的话 事实上 它真的会大大小的字写明 不包味粉 所以这不是我虚构的例子 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 但实际上真的会出现的例子 但我这样说 为什么我不可以买其他味粉 我光顾其他味粉 问题是合理期望 合理期望就是 我买的时候 我打算你包味粉 我没有打算 要另外再买味粉 而且事实上 很难另外买味粉 你可能要另外 再整个食物 即食面 再买回来 那你原本就浪费了 总之 其实 究竟你 宣称你卖的东西 我会期望你包什么 这才是重点 在鬼王那宗案 它说它会包你追求女儿 包你追求女儿 然后你后来说要多加10万 才可以 光顾装身费 你才会追求女儿 那跟之前说的 不一样 这就是一个 误导性的遗留 所以不是说 你光顾其他人 去买这个服务 就可以了 我原本想着 你会包我 何况 我没有信心 服务是由你提供的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由另一个人 去负责装身的话 其实会不会达到同样的效果 你还包不包我追求女儿 所以 这个情况 不是可以透过 另外买个未份回来 可以补救得到 另外 有位网友问我 有关斩人案 因为我昨天说 斩人案 很大可能是 告他企图谋杀 或者伤人17 有位网友问 其实会不会是 可以首先告他 企图谋杀 然后就 交替性控罪 告他伤人17 是可以的 当然是可以的 而且还挺常见的 因为其实 企图谋杀 虽然我昨天说 企图谋杀 和伤人17 最高都是 终身甘感 严重程度 差不多 而且他的心态元素 都是谋杀罪的心态元素 他将谋杀罪的心态元素 一分为二 变成了两条罪 所以 其实两者差不多 重 但是 企图谋杀 真的高一点 所以我昨天说 如果是企图谋杀 判他终身监禁的难度 是比较低的 即是大些机会 判到他终身监禁 如果告他伤人17 就比较难 判他终身监禁 所以有时候 真的会 首先告你企图谋杀 然后交替性控罪 伤人17 如果企图谋杀 不能进入 伤人17 能不能进入 现在提堂的时候 就会告伤人17 是不是最后 都会告伤人17 不是 我们经常看到 最后告的罪 又会变成了 可能真正去审讯 那一刻 又被企图谋杀 所以 不到那一刻 我们是不知道的 又或者提堂的时候 下次提堂已经变成了 一条罪 这就是 回应两位 patreon网友的留言 今天就说一宗 挺特别的案件 亦是patreon网友指明 想我去说的 就是一宗叫周潤文 向政府索偿的案件 周潤文在 2013年 犯了九条罪 一会儿才说什么罪 他犯了罪之后 他认为自己多坐牢 所以就向政府索偿 就是说 我多坐了八百多日的牢 那你怎么赔偿我的八百多日 那你向政府入品 希望去赔偿他的八百多日的突出来的牢 那突出来的牢 是不是冤枉牢呢 我也不敢用冤枉牢来说的 因为 他犯这个法案的时候 这条法例是真的有罪的 所以他才认罪 他也是认罪的 他犯这个案的时候 其实这条法例 以当时来说 他是有罪的 在判的时候 他也是有罪的 但是在判完之后 几个月之后 他就变成了没有罪 为什么 罪又变了 不是没有罪 罪是变得轻了 他就觉得 咦 我原本犯这个案的时候 我是有这个罪 这条罪是这么重 现在你转轻了 相等于我 其实是多坐牢 所以就希望 政府会赔偿 但是你会想 既然你犯这个罪的时候 当时的刑罚真的是这样 你有什么要政府赔给你呢 但又不是 因为 因为事实上 原来他违宪 为什么他犯这条罪之后 突然间 这条法例会改了 然后改轻了 原来原本的法例是违宪 既然是违宪 就是说之前的法例 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 他犯了一条 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法例 所以引致他认为自己多坐牢 是一个挺特别的情况 不如我现在详细说一下 情况是怎样 原来周润文在2013年 他犯了同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罪 那时候是犯法的 现在不是说 同儿童发生性行为 而是同男性发生性行为 也是犯法的 而他犯了一条法 是同21岁以下的男性发生性行为 其实为什么会指明21岁呢? 当时的法例就是 21岁以上有不同的严重程度 而21岁以下有另一个严重程度 如果你是21岁以下的男性发生性行为 你最高的刑罚是终身监禁的 是很高的 而周润文当时是犯的 是跟3个14岁的男童 江戒 江戒 也最高是终身监禁 因为法例就是21岁以下 就已经有终身监禁了 即是最高可以 当然了 事实上是说终身监禁而已 事实上是很难判得这么高的 根据他的案例 其实原来他只需要判4年至6年08个月不等 即是说 他和这3个男童 即是3个14岁的男童 发生了9次性行为 这9次分别定了9条罪 这9条罪分别被判最低是4年 最高是6年08个月 加起上来 部分同期执行 部分分期执行 加起上来就是10年 刚好10年 当然这10年 已经包括了他认罪扣减三分一 这个扣减 那为什么他认为自己多坐牢呢 原来在2011 不是 原来在判刑之后 8个月之后 8个月之后 政府又修例了 就将刚才说21岁以下 就变成了16岁以下 为什么由21岁以下 变成16岁以下呢 因为原来基本法25条 和香港人权法 说明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 既然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 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男人发生性行为的情况 应该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性行为的情况 应该是完全一模一样才对的 不应该有分别的 所以如果我和一个21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行为 不是犯法的话 即是当年不算强奸 即是正常怨意 如果我和一个21岁以下的女性发生自怨性行为 如果不是犯法的话 就没有理由当我和一个自怨和性交 而21岁以下的男性发生性行为的时候 会变成犯法了 所以法例就和女性看齐 因为如果我们和16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行为 即使是否愿意也好 都需要11岁 所以就算你和男性发生性行为 年龄也变成16岁以下 这就是在周潤文被判刑8个月后发生的事 你会看到 原来周潤文当时犯的法例 那条法例是违宪的 所以在8个月之后 就改到不违宪 由21岁变成16岁 但如果那些深水星 你会知道 不是啊 周潤文是和14岁的人发生性行为 即使是将21岁变成16岁 你仍然是犯这条法例 不能说你多坐院玩牢 原来不是 原来在2019年5月 高等法院就一个叫 杨柱永的人所犯的案件 进行了司法覆核 那一宗案的司法覆核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 它的结果是说 如果你是和13岁以下的女性发生性行为 你应该最高是终身监禁的嘛 而16岁以下 而13岁以上的 最高只是5年 之前我好像分享过的了 即是说虚十一的时候 即是分开两层的 16岁以下 但又不低于13岁的话 其实最高只是判5年而已 但如果13岁以下 最高是终身监禁的 而张润文 他犯这9条罪 是和14岁的 刚好在16岁和13岁的关卡之间 即是说 其实如果是女性 和一个女性未满16岁的人发生性行为 而是14岁的话 最高不应该终身监禁的 最高应该是5年而已 所以杨柱永的司法覆核 就很有价值 对他来说 因为那个司法覆核就说明 一定要和女性的性行为看齐 所以就不可以 只要你和16岁以下的男性 发生性行为 就最高要终身监禁了 你一定是13岁以下的男性性行为 才要终身监禁 但如果14岁 就应该最高是5年 而周润文 当时就是14岁和14岁的人 发生性行为 为了和女性的情况看齐 就应该当时量刑的时候 就只用5年作为最高标准 但刚才你知道了 周润文最后的9条罪 是被判4年至6年08个月 6年08个月一定超越了5年的关卡 何况4年 已经低于最高的量刑太少了 既然最高是中西监禁 你只判4年的话 如果最高是5年的话 你可能只有一两年而已 所以 章润文就认为 事实上我是多了太多 你判得我太高了 如果真正以 对方如果不是男性 而是女性的话 我的判刑是应该少很多很多的 所以她就即时寻求复核 寻求特首的卸面 所以当时就寻求 应该是林郑月娥的卸面 而是得到卸面的 就即时在那时候开始 就释放了她 但她就认为 已经太迟了 虽然特首是卸面 但应该是在 杨柱永的司法复核 一有结果之后 我就应该得到卸面了 因为已经突出了 即是我的刑期已经突出了 在那一天开始 但那一天你也不放我 要我后来向特首寻求卸面 特首才卸面我 当中是突出了一百百多天 明白吗? 她也不认为 她意思是 在杨柱永中案司法复核 有了结果之后 那一天你应该立刻释放我 但你不释放我 你多拖八百多天 要特首卸面才释放我 所以她认为 多了八百多天 就要寻求这个赔偿 当然这些赔偿 就是这个赔偿 是未有结果的 之后再有结果 我先和大家分享 但是有网友问 其实多不多情况会赔偿 为什么特首会赔偿她 其实有的 其实之前说 余伟法的中案 应该在直播的时候也说过 事实上 从以前港督开始 已经是可以赔偿的 其实一直都应该赔偿 当时我也说过 其实最初是弄错了 用错了方法去帮余伟法 应该一早就用卸面的方法 而不应该上诉 因为事实上 我说的是 其实完审庭上诉庭 未必有犯错的 犯错是司法盲俱 我的说法是 司法盲俱 就应该用特赦这个方式 因为特赦所处理的是什么呢 特赦 就是 当时港督特赦也好 特首特赦也好 之所以特赦 两个主要情况 应该三个主要情况 不过就是说两个 第一 就是人道立场 那个人 其实不应该 大众也认为 他不应该被监禁这么久 谁知道 因为某些原因 他要被监禁这么久 所以可以特赦 又或者 像丹豪那样 快死了 快死了 快死的时候 就让他出来见见世面 这些情况是可以特赦的 事实上 什么情况是可以特赦 是没有在法例上写出来的 所以以前的港督 是较多用特赦令的 即是说 某些情况 我认为很特殊的 港督可以有个团力 去特赦他 当然 去到特首 特首又不敢用这些权力 因为始终 当特首用这些权力的时候 他受到的质疑 他有可能受到质疑的机会 是大很多的 所以这宗案 有网友叫我说 即是荣耀文案 荣耀文案 有网友叫我说 我觉得这个宗案 也挺好 其实也挺特别 起码大家会知道 原来有特赦的 特首是可以特赦人的 另外之前有网友说 为什麽16岁以下 发生性行为 那条罪子 是与女性有关的 那你要知道 原来之前 在2019年的时候 已经司法复合说了 原来男女是平等的 对女性的条例 对男性都行得通 好的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 那么多了